为改善屏东市阅读空间的不足,屏东县政府将与市公所合作,扩建屏东市复兴图书馆,中央社屏东市公所提供分享。 屏东县政府为解决阅读空间不足与提升下一代竞争力,将县文化处整建为总图书馆,预计12月动工,提供700个以上阅读座位。 县长潘孟安并说,县府也将扩建屏东市立复兴图书馆。 屏东市区的图书馆除了位于文化处三楼的县立中正图书馆,还有县立接受图书馆及市立复兴图书馆,每到考系、考生、大牌、长龙站位置根本不复使用。 潘孟安今天召开记者会宣布总图书馆将在12月动工,明年10月底完工,由线文化处建筑整建,整栋五楼建筑将扩建位图书馆。 潘孟安表示,位于屏东文化处三楼的中正图书馆,是屏东县内规模最大的公共图书馆,成立已超过30年,管设空间不足且设备老旧,整建后将有最现代化的阅读空间。 除此之外,潘孟安并表示,将扩建位于屏东市建南路复兴公园内的屏东市立复兴图书馆,民国83年新建的复兴图书馆空间,市民反应不复使用,而且漏水。 县政府将与市公所合作,搭配公园的树林景观,扩建现有图书馆,让复兴图书馆成为森林里的图书馆。 负责总图整建的建筑师张马龙表示,总图总楼地板面积约24,64坪,是老建筑融入新生命的绿建筑,将有700个以上座位,有儿童、青少年、月灵以及多元文化与屏东文学等设置专区,另规划青石区、三楼阳台景观区,提供得来素嗨书服务,满足各年龄层民众终身学习需求。 文化处长吴景发表示,因应管设班签与闭馆整建,11月1日起中正级介绍图书馆全面停止介约服务,11月1日至10日台书在一楼环珠乡,11月11日起,介绍图书馆提供200个阅览席次让民众阅读自修,并与屏东县各国高中及庙语合作,与考记开放自修教室工学自利用。 原在中正图书馆馆内的各类型展场,明年度起将使用屏东美术馆策展。